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唐英伟巴松课堂。 随着我们这段时间学习维斯伯恩高级练习曲,你可能已经发现,很多练习曲里都包括了无群动片段,也就是由一串连续快速运动的音符组成的乐段。 像这样快速跑动的乐段,需要的练习类似于毫不犹豫的冲刺短跑,而一定不是通过短小的慢节奏来练习。 打个比方,负点八分音符接十六分音符这样的节奏型,对于这里的快速节奏练习就不合适了。 现在,让我们先处理比较棘手的乐段,也就是第一至第二行的第五和第六小节。 快速乐段从最后一拍开始,然后我们再考虑添加节奏。 下红节奏是否你的表面和练习的呢? 电声是否真的有了? 电声是否就有了? 电声是否长? 电声是否认识的? 电声是否认识? 电声是否认识的? 电声指和字的音符组成? 演奏第四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奏的准确性 学生们经常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在十六分音符的乐段抢节奏 于是这一段就变成这样了 相反 如果你在演奏的时候保持节奏的准确性 那么这个乐段就是这样的 双呼吸的标注提示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先呼气再吸气 这首曲子的开头部分就应该这样演奏 然后在演奏最后三行之前也应该这样做 当我刚刚开始学习钢琴的时候 我的老师告诉我 在音乐中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完美 我相信它并且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了很多年 但是多年以后 我发现这个追求是错误的 我永远也做不到完美 这其实是一个消极而且令人沮丧的目标 这个目标破坏了我在音乐道路上追求的过程和幸福感 我慢慢懂得 我应该追求的东西并不是完美 而是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与追求卓越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如果我想录制一个完美的视频短片 那么我永远也不可能完成这套维斯伯恩高级练习曲中的任何一首 那么你根本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指导了 当我站在追求完美的角度上 我就会发现 我所录制的每一段视频中 都多多少少的存在不足 小错误和小问题 但是 当我站在追求卓越的角度上 我发现这些视频里面有不少有价值和值得称道的地方 所以 我的选择是 把这些消极和负面的东西放在一边 只呈现给你我所能做到的最好 我不能把完美带给你 因为那是只有神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能带给你的 只有我付出的时间 努力 和我尽全力做好的事 这就是追求卓越 我建议你能够抛开对完美的追求 转而追求卓越 只管付出你最大的努力 并且为自己勇于精益求精而高兴 级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